哈利路亚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在今天大家和我 我们需要吃的这灵里的粮食 这上帝的话语是 在座的各位 大家现在所面临的辛苦与受累 那么我平牧师站在这台前 是为了什么呢 大家知道 如果为了出名 那么 哪怕很少人聚在一起 也要搞出一个名分 也要搞出一个班长 为的是出名 为的是出自己的名声 凡是要出名的 都是与上帝做对的 凡是想出自己名声的 这都是没有进入到基督里 没有做仆人的才爱出名 什么是信心 信心是顺从 服从上帝的话语正是信心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而信心更深入地讲 这信心就是要做仆人 菲利比说二章七节 因为耶稣来到这世上 做了我们的仆人 我们因耶稣的名都要做仆人 这正是格里多后书四章五节 在座的各位 现在所面临的辛苦受累 都是因为大家没有做仆人 才会有辛苦的 拥有信心的时候是做仆人 而我们心里没有信心 好多人说我信 既然说我信了 一定是要做仆人的 耶稣背起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孽 我们因自己的罪恶 要去地狱 遭受很可怕的灾难与咒诅 这一切可怕的灾难咒诅 耶稣为我们全背起了 真言十三章二十二节 耶稣做了仆人中的仆人 而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呢 夫妻之间都不愿意做仆人 这四季段悔改 正是上帝的奥秘 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 为的是实现上帝的旨意 希伯来说十章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宝血洗罪认罪 大家知道耶稣来到这世上 是做了我们的仆人 菲利比书二章七节 耶稣进入到我心灵里 以夫所说二章八节 这时候就是领受信心的礼物了 有些信徒说我也信 好多人说我信 但是大家知道 魔鬼也信上帝 雅各书二章十九节 魔鬼相信上帝 而且还相信 魔鬼的相信呢 还相信上帝是一位 而魔鬼的信 那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靠着自己的理论来相信 这都是跟魔鬼的信一样 以夫所说二章八节 魔鬼相信上帝 甚至也相信上帝是一位 而这种的信都是魔鬼的信 雅各书二章十九节 那么再说的各位 我们先认清我的信 到底是什么样的信 我内心的信心 是不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呢 马太福星二十章 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我们领受了上帝赐予我们信心的礼物的话 我们在生活中是相互扶持 做仆人 一定是做仆人的 我们国家面临危机 面临痛苦了 这都是因为我没有做光 正是因为大家和我 我们没有做光 我们属于黑暗中 导致我们连累了国家 所以我们面临辛苦和受累 约安一书五章十九节 这世上是属于恶的 世上是属于恶 是属于黑暗 怎样能点亮黑暗呢 我们都想做光 每个人都想做亮光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这显微镜一般是放大多少倍呢 在座的各位 又是做医生 又是做基药师的 应该很了解这显微镜 显微镜的比率是能放大多少倍呀 一般来讲 显微镜 是放大两倍呢 还是三倍呢 显微镜至少应该是放大几千倍 甚至是几百倍 这时候我们通过显微镜 看到的是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当然了 显微镜跟着科学的发展 肯定会有更大的倍数 在座的各位 我们为什么看不见眼前的祝福呢 成了假的教徒 也帮不了身边的人 大家领悟了吗 我要做光 今天我们要做光 黑暗离开 我要做光 靠着上帝的话语 通过主的话语 点亮我 这时候我能看得见眼前的祝福 我们能领受祝福 而当今来到教会 却不认识基督的奥秘 不知道如何领受这个光 所以始终在辛苦受累 大家知道 情商智商 度母也有情商智商的 靠着情商智商 做不了人 好多人靠着情商智商 学来了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并不代表一个人做人了 什么是愚昧愚蠢呢 真言十四章十五节 魔鬼的话也听 也信 魔鬼的话也信 这也信 那也信 什么话都听 什么话都信 这就是愚昧愚蠢的 这多痛苦啊 靠着情商智商的 仅是动物的水准 而我们人 是要有上帝赐予我们的 智慧与知识 唯独基督的奥秘 给我们这真实的教导 唯独上帝赐予我们的 智慧与知识 是进入到我们心灵的 真言二章十节 唯独上帝的话语 是给我们的活路 而我们为什么 总是不愿意来到上帝面前 反而去寻找魔鬼了呢 真言十五章十二集 真言十八章二集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现在面临问题了吗 我为什么面临问题 是因为我没有找到答案 眼前是黑暗的 我们国家遇到的困难 我们国家遇到的危机 我们个人所面临的危机和痛苦 这都是因为我处于黑暗 找不到答案 而今天上帝赐予我们答案 上帝给我们 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命运得到变化 使我们的生命得到变化 使我们得救 使我们的儿女得救 使我们的国家得救 这正是我们今天 需要吃的 灵略的粮食 我们一起找一下 诗篇十八篇 二十八节 诗篇十八篇 诗篇十八篇二十八节 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吃的 灵略的粮食 显微镜放大出好几千倍的话 肉眼看不见的都看到了 主的话语就是点亮我们心灵 使我们的眼睛睁开 看得见眼前的祝福 大家知道 处于黑暗的时候 再怎么积极向上 再怎么客观 再有理论 理论再强 这都是属魔鬼的 始终属于黑暗 只有在主里面有亮光 唯独进入到主里面 才能作证 以夫所说五章八节 好多人说 哎呀 要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属于黑暗的时候 属于世俗的时候 再怎么积极向上 始终还是黑暗 那不是人 这世上 约一书五章十九节 凡是世上的 都是属于黑暗 都是属于恶的 在黑暗里 再讲究积极性 消极性 再讲究什么主观性 积极向上 或者是客观性 再怎么讲究中庸论 全都是属于黑暗 凡是属于世俗的 都是黑暗 我们要来到光里 我们要来到主里面 得到光明 我们一起读一下 诗篇十八篇二十八节 这正是我们需要吃的 灵力的粮食 一二 你必点着我的灯 耶和华我的上帝 必照明我的黑暗 阿们 家中的各位弟兄姊妹 这一句经文 哪怕我们国家是 全是书库 也装不了这一句话语 约安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四福音书最后一句章节里 告诉我们 圣经的话语 全解开的话 哪怕整个宇宙都是书库 也装不了 装不满 甚至有些人说 庄子的书籍很多 庄子的书籍多吗 有些人说 庄子的书籍能装满一个车库 那这太幼稚了 圣经的话语 一句经文 都装不满整个国家 都装不满整个宇宙 我们连这点认知都没有吗 这上帝的话语 哪怕整个宇宙都是书库 也装不满上帝的话语 那这上帝的话语 是谁写下来的 而世上的书籍 都是人写的 人写的 那人都是说谎的 那说谎的人写下来的 不值得读 不值得看 罗马书三章四节 全能者上帝 全能者上帝 主宰我们人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是在耶和华上帝的手里 创造我们的是耶和华上帝 撒摩尔纪上二章六节 上帝能让我们活 也能让我们死 上帝的话语至少 至少要放大五千倍 我们才能领悟圣经的话语 就是说 我至少要悔改认罪 五千句以上的圣经话语 我才能领悟圣经的话语 我的眼睛点亮了 我的眼睛亮了 睁开了才能看得懂圣经的话语 圣经的话语 圣明记三十章十五节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诗篇十八篇二十八节 以二 你必点着我的灯 耶和华我的上帝 必照明我的黑暗 阿们 今天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在人生中 有些人学习很好 博士学位很多 尽管这样也点不着我的灯 唯独主的话语点着我们的灯 所以其他的宗教是没有灯 也点不着灯 谁点着我们的灯呢 唯独主 那我们要认识谁是主 我们找一下马太分十六章十六节 谁是主呢 马太分十六章十六节 主是基督 在座的各位 身患疾病的信徒 年长的信徒 甚至有些年轻的信徒 带着遗传的疾病 甚至有一些人 心里有火 有心病 我身上很是疼痛 很痛苦 但是去医院诊断 医生说我没病 但是我却特别难受 特别痛苦 这样的疾病都能得到医治 只要有了亮光 赶走一切的黑暗了 疾病就能得到医治 我们来领受这样好的祝福 呼喊阿们 马太分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阿们 真切的祝愿大家回到家 把这句经文写在墙上 主是基督啊 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不认识上帝的儿子 大家可以读一下 加拉太师三章十六节 上帝的儿子只有一个 上帝的儿子是唯一的 是唯一的基督 我们受患疾病 都是因为我们处于黑暗中 黑暗是属于恶 恶就是咒诅 就是灾难 就是罪恶 有罪恶的地方 就是黑暗 属于罪恶的地方就有魔鬼 悦恶一书五章十九节 悦恶一书三章八节 有罪恶的地方一定是有魔鬼的 身上身患魔鬼了 就会处于黑暗 这时候就身上有了疾病 总会遇到困难 事情不顺利 总会遇到坎坷 好多人说生活怎么这么的苦 怎么这么的累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大家知道吗 有些人自己都很痛苦了 但是心里有个盼望 希望自己的儿女能顺利 能祝福 能得祝福 我特别痛苦的时候 就把灾难咒诅留给儿女了 罗马书一章三十节 我们诽谤他人 我们毁谤他人了吗 这时候 使我的子孙三四代受死刑了 而好多人还在随便诽谤 还在随便辱骂别人 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 上帝全记录好了 但我们随便骂人 毁谤人 就会遭受死刑的罪过 使自己的子孙三四代受死刑 我的罪恶没有得到赦免的时候 害死儿女的正是我自己啊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的话语 使我们有亮光 我们呼喊阿门来领受主的话语 这一定是能行的 黑暗离开的时候 带着疾病离开了 折磨我们家庭的恶魔鬼 全离开了 只要有亮光 恶魔鬼全离开 这是主做的 是主的全能做的一切 无论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现在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眼前的问题正是答案 就比如说 这个栗子外边都是刺儿 但是这个栗子包开了 里边就是栗子人 我们在这世上生活 只有感恩感谢 是的 遇到很多问题 很多痛苦 所有的问题 都是跟钱相关联的 在其他的宗教没有答案 哲学 文化 甚至有些人 口口声声喊着上帝去 没有答案 唯独上帝的奥秘给我们答案 唯独主给我们答案 正是因为黑暗 所以总会遇到问题 在黑暗里 总会小心翼翼 大家知道盲人走路 特别的小心翼翼 带着盲犬 那这也挺 那这也挺可怜的 甚至说用一个棍 用一个棍在地上 敲一敲 听听声音 哦 那这边是有石头块的 这边可能不好走 很是谨慎 很是小心翼翼 而我们睁开眼睛 我们以为我们就看得见了吗 我们的眼睛跟动物的眼睛 有什么区别呢 我的眼睛没有成为人的眼睛的话 身患疾病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遇到问题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光知道眼前遇到问题了 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而主告诉我们 有了基督的光 有主的亮光 我们就能看清是什么原因了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正是因为我属于黑暗 就遇到问题 预言15章19节 这世上都是属于黑暗的 以赴所书五章11节 有些人不错四阶段怀改 甚至也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不认识上帝的奥秘 是属于黑暗的 还在讲 结不结果子的事情吗 属于黑暗的时候 不可能结果子的 以赴所书五章11节 有些人根本就没有 靠基督的写洗罪认罪 就直接蹦上来 结果子 属于黑暗的时候 无法结成果子呀 黑暗里是没有果子的 结不出好果子 甚至也没有果子 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才能结出好的果子 大家知道 非要吞吃儿女 才肯领悟过来吗 彼得后书三章九集 彼得后书三章八到九集 上帝一直忍耐着 等着我们认罪悔改 而我们还不认罪 还不悔改的话 最终就先 拿走儿女的性命 好多人来教会 为了出人头地 结果呢 就遭受灾难与咒诅了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也有一些信徒 是丧失儿女的 来到教会 光顾着张狂傲慢 结果呢 儿女的命先丢了 或者说身患癌症了 然后才肯警醒过来 不要非要等到 这种凄惨的地步 才警醒啊 趁早地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认罪悔改 了结掉一切的灾难与咒诅 把我们呼喊阿门 只要有了基督的光 一切的灾难咒诅 全离去 只有祝福 我们用显微镜一看 我们就知道 哦 这里面是有细菌的 有这样的菌 谁点亮我们的灯 我们回到诗篇18篇 28节 我们再来吃这林立的粮食 有些人说 我是个豆子 干瘪的都不成样了 特别特别玩梗 但是大家知道 有泉水 有生命之泉 有水浇过来 这豆子就能长芽 发芽 也能变成豆芽的 是能行的 只要有这生命的泉 有基督的保险 我们是能成的 一定是能行的 无论是在海外的 还是在哪 只要信靠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是能行的 一定是能行 我们和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 一定是能行的 一定是能行的 是能行的 是能行的 一定能行 有些信徒 是信了好几代的人 说怎么总是不行的 现在相信能行了 因为全能者 亲自做这一切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的时候 全能者亲自造就我们 唯独主的话语 点亮我们的灯 主点着我们的灯啊 是主 那么主是谁呢 主和基督的关系是谁 什么呢 有些人说 主是谁呢 那么基督又是谁呢 主是基督 基督就是主 这基督正是上帝的奥秘 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正是四阶段悔改 基督就是让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 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恶 自己毁了自己的人生 身上残留了很多祖上的罪过 我们的祖上做父母的 比如说 把粪都倒在我们身上了 大家知道有时候 宇航员穿着这些宇宙服 那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洗罪认罪的时候 祖上的罪过和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们要来领受这样好的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做四阶段悔改了 这时候父母的遗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上帝只会把好的留给我 而首先我的眼睛要亮了 我才能看得见眼前是细菌呢 还是能吃的呢 而我是黑暗的时候 就看不见什么是细菌 只要有亮光 有基督的光 我们就能区分什么是能吃 什么是不能吃的 就懂得分辨了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来领受这样好的祝福吧 主 主点着我的什么 主点着我的灯 主点着我们的灯 为什么一定要靠着基督的奥秘点亮灯呢 四阶段悔改 是靠着基督的保险做的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以负责书一章七节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的罪恶 第一个四分之一 通过圣经的话语 认识到自身的罪过了 圣经的话语是让我们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基督的话语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我们要听基督的话语 我们认罪悔改了 就能领悟信心的 就能认 我们做了悔改祷告的时候 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就能得到信心的礼物 我们靠着基督的话语 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喜罪认罪了 这时候 向主献感恩感谢的时候呢 这时候 主就点亮我的灯了 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显得神迹 唯独是约拿的神迹 约拿向主献感恩感谢的时候 就得救了 约安分一章一节 这圣经的话语正是上帝 这圣经的话语就是耶稣 这圣经的话语就是圣三位 我们第一个四分之一 先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第二个四分之一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过 第三个四分之一 求基督的保血 洗净我内心所明刻的罪恶 这时候基督的保血 洗净我身上的一切的罪过了 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恶 让我总会面临问题 让我今生上也恍惚 让我今生上也不正常 就比如说 做父母的身患了癌症 让儿女也生患癌症 人人身上都带着遗传的疾病 而靠着基督的保血 洗罪认罪 做了四季段悔改了呢 这时候 祖上的罪过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遗传的疾病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在基督里只领受祝福 不再有任何的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过去 这时候我们献感恩感谢 向谁献感恩感谢呢 向主献感恩感谢 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显得神迹 唯独是一样 就是向主献感恩感谢 约约书二章九节 一时间关系先不读了 基督的话语 我们听基督的话语 通过基督的保血 使我们认罪悔改 而什么时候使基督的话语 作主的话语呢 当我们向主献感恩感谢的时候 我们靠着基督的话语认罪了 通过基督的保血洗罪认罪了 这时候向主献感恩感谢的时候 主就点亮我的灯 主点着我的灯了之后呢 耶和华我的上帝 首先是主必点着我的灯 然后耶和华我的上帝 照明我的黑暗 驱赶一切的黑暗 大家知道美国的圣经缺少了耶和华 那说明那圣经就是假的 据说美国的圣经 删击了耶和华 那这是犯罪了呀 大家知道曾经在我们小时候 韩国的厨房长成什么样子呢 韩国的厨房以前 很高设计的很高 所以孩子个子矮的话就够不着 所以经常碰到 经常在厨房 磕磕碰碰的 我们认罪悔改了 而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 是得不到允许的 耶稣为我们显得神迹 正是主耶和华向主献感恩感谢 耶和华赐予我们允许 月娜书二章九到十节 我们不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呢 就得不到允许了 我们回到家里 有灯有柴有火柴 但是灯还没有亮 那我要去点灯 点亮了 一样的 主点着我的灯 当我们向主献感恩感谢的时候 主点着我的灯 十一篇十八篇二十八节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你必点着我的灯 耶和华我的上帝 必照明我的黑暗 阿们 谁点着我的灯 唯独主点着我的灯 主正是基督 马太坟十六章十六节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主是基督呢 靠着上帝的奥秘 第一个四分之一 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第二个四分之一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过 因为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先得罪上帝 让上帝难过了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四节 而且我们犯罪的时候 紧接着就刺伤自己的心灵 把自己的心理都嚼碎 捣碎了 使内心成了坑坑娃娃 这时候就看不清世界 看不清一切的事物 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罗马书三章四节 而这种说谎的人 再怎么做一个教主 再怎么做一个思想家 哲学家 没有任何意义的 帮不了人 解决不了问题 而我们人多么的幼稚啊 还去投靠人 我们人都是说谎的 就比如说 我们洗脸的时候 大家知道 水 水上一旦有了波纹 我用手拍一下水面 水上就有起了波纹 这时候我的脸 哎呦 就皱皱巴巴的 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脸 我们的内心被罪恶 捣碎了之后呢 就是这样坑坑娃娃的 这时候看不清世界 看不清事物 这时候再怎么讲究 客观性 积极性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再怎么审查 再怎么 稽查 也都不正确 不对啊 所以首先要 医治我的心灵 这正是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净心灵的罪恶 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在伊甸园里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身上的血液 是能抑制所有的疾病 伊甸园里的时候 我们身上流的血液 是多么多么干净 洁净的 所以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身上有新的血液 能战胜一切的疾病 这多么好啊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呢 大家知道我们吃一些食品的时候 会很详细地读一下说明书 哦 这个食品里面含多少 多少的营养素 含多少多少什么什么 那么做牧者的我平牧师呢 主 我们认识主是从认识基督开始 从认识基督开始 在认识主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第一个四分之一 第二个四分之一 第三个四分之一 那么最后一个 第四个四分之一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就是感恩感谢 感恩感谢是献给主的 前三个四分之一 都是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是向主献感恩感谢 我们找一下约拿书二章九章 我们找一下约拿书二章九章 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显得神迹 唯独约拿的神迹 就是向主献感恩感谢 这时候约拿得救了 向主献感恩感谢的时候 约拿得救了 主就点亮了我们的灯 赶走了一切的黑暗 使我们得医治了 我们相互摸出认来 这时候是能领悟的 大家知道耶稣身边的 右手右手边的强盗 来遇见耶稣了之后 他认识到自身的罪过 那他也得救了 只有来到基督里 才能相互摸出认来 好多人说宗教是一样的 宗教不一样 其他宗教没有主 没有基督的奥秘 哥罗西书二章八节 没有基督的讲道 哪怕讲的是圣经 讲得再好 讲成哲学性 讲成心理学性 那都是假的 是鲁略灵魂的 要去地狱的 哥罗西书二章八节 把圣经讲成哲学性的理论 讲得再漂亮 再精彩 都是要去地狱 是鲁略灵魂的 假的讲道 马太福音 十二章三十九到四十一节 耶稣向我们显的神迹 唯独是这约拿的神迹 约拿神迹 正是向主 献感恩感谢了 最后一个四分之 向主献感恩感谢了 约拿书二章九节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九恩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于 于就把约拿吐在汉地上 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 那么在今天 上帝来到这世上 正是 耶稣代替上帝来到了这世上 耶稣来到这世上 为的是实现上帝的旨意 正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是要拯救我们 正是这位耶稣 在告诉我们 能使贪子站起来 这并不是 耶稣向我们显的神迹 无禀二于 这并不是耶稣向我们显的神迹 唯独 什么神迹呢 正是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宝血洗罪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最后一个感恩感谢 是向主 献感恩感谢 靠着基督的话语 我们就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宝血洗罪认罪了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感恩感谢是献给主的 这时候基督的话语就做主的话语 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那么主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再求基督的宝血洗净我心理上 所铭刻的罪恶 在这世上 我们帮不了自己 唯独主是帮助我们的 主帮助我们来得到基督的光 世上都是属于黑暗的 世上都是属魔鬼的 我的性格 我的儿女的性格 为什么总是这么坏呢 有了基督的光 我们就能得到变化 一副所书五章十四节 有了基督的光 我们都能活过来 在这世上 妨碍着福音的 都是属魔鬼属于黑暗的 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属魔鬼的 一定会妨碍着基督的荣耀 妨碍着福音的光 为什么说当今假的教会 假的教派 不让做四季段悔改 排斥做四季段悔改 这都是属魔鬼的 在妨碍着福音 那么大家还要去那种假教会吗 主点着我的灯 靠着主的灯 能抵挡一切的灾难宇宙主 使我们做爱国者 而谁要灭这个灯呢 我们不要去假教会呀 我那些属魔鬼的时候 就爱去假的教会 一定是一类人在一起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 我听什么样的讲道 我看清我自己 我到底听什么样的讲道呢 一定是靠着基督的保险 喜罪认罪做了四季段悔改 才能做义人 没有做义人的时候 都会连累国家 辱骂国家 真言十四章三十四节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做不了爱国者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都是相互利用而已 只有做四季段悔改 靠基督的保险喜罪认罪 认罪的时候 才能做爱国者 这是上帝的话语 是真理的话语 我们在世上 为什么总争吵纷争呢 夫妻之间也争吵 聚会的时候也争吵 甚至来到教会也争吵 这是因为我们心里有恶 没有靠着基督的保险 喜罪认罪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靠着主的话语 使我的灯点亮吧 主点亮我的灯 主 西伯来书十三章六节 我们来到教会 是通过主得到帮助的 主点亮我的灯 使黑暗离开 我眼前如果有了基督的光 有了纤维镜的时候 我能看得见细菌了 所以靠着主的话语 使我领悟 使我分清楚眼前的一切 主给我点了灯 然后呢 耶和华我的上帝 照明我们的黑暗 我们要正确地读圣经话语 约伯呢 约伯敬畏了上帝 敬畏上帝了 而约伯没有做到 常常敬畏 结果遭受了灾难与咒诅 就比如说有电 发电厂 有电的时候呢 这个机器都能运作 但是这个电一旦断开了 我们没有做到 常常敬畏的时候 这个电就一会儿开 一会儿断 那这时候机器 肯定是无法正常运作的 我们读圣经话语的时候 这一定是要常常敬畏呀 约伯丧失了儿女 丧失了财产 那么我们也要非要沦落到这种地步 才肯领受吗 才肯领悟上帝的话语吗 我们今天开始就要常常敬畏上帝 求主的话语点亮我的灯 我们呼喊阿门 所以每一天至少三次 做四階段悔改点亮灯啊 在族的各位 呼喊阿门都带着力量了 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遇到问题了 有些儿女说 有些信徒说 我家儿女怎么就是这么瞧不起我呢 那是因为儿女属于黑暗 她灵力的眼睛没有睁开 家里是属于黑暗的 父母再怎么说是牧师长老 而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呢 家庭还是黑暗呀 先投靠主的话语 点着我们的灯 使我的眼睛睁开了 灵力的眼睛亮了 就懂得尊敬父母了 唯独主点着我的灯 主点着我的灯了 这时候就有亮光 而谁照明我们的黑暗呢 是耶和华上帝 照明我们的上帝 只有耶和华上帝 照明我们的黑暗 主和耶和华上帝是一位 耶和华主上帝是一位 圣三位一体 而我呢 圣三位主 而通过主的话语 使我们的灯点着了 主点着我们的灯 然后耶和华上帝照明 给我们照明 给我们亮光 原来刷张九节 向主感恩感谢了 然后耶和华上帝 耶和华就吩咐鱼 让鱼把约拿吐出来 吐在汉地上 这时候就奇迹发生 疾病得到医治 魔鬼被赶走了 得到了允许 我们今天来领受 这样好的祝福吧 我们呼喊阿门 有灯点亮一个了 就比如说点亮一台 点亮一根蜡烛 如果这一根蜡烛是一度电 那这个蜡烛越多 这度数就越大 一百根蜡烛就是一百度电 那就是说 显微镜的放大比率 越强的时候 那看的东西也越明亮 主点亮我们的灯 那这个灯是什么呢 我们找一下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零五节 主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灯了 就是我们的灯台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来到了主面前 我平昌牧师 没有任何的讲道的讲义 那我平昌牧师需要领受 多少的圣经话语 才能讲道呢 就比如说我们母亲 今天熬汤 熬浓鱼汤 那如果只放了五条银鱼儿的话 那这汤是不是就很淡呢 那每个人能分到的一口汤里 可能只有一条银鱼儿的 一条银鱼儿的味道 而妈妈煮汤的时候 把五千条银鱼儿放在这个锅里 熬出的浓汤 那这时候的这个浓度和营养素 肯定是特别丰盛的 这是不同的呀 我们呼唤阿门 显微镜一般都是很小的 但是为什么能看清楚呢 只要主的话语丰盛 主的话语一丰盛了 我们就能领悟自身的罪过 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每一句话语 每一句经文都是灯 那么五千句以上的圣经的话语 都在我心里了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们 智慧与知识 明哲与谨慎 使我们能续天国 那么再次的各位 大家坐在这里听得讲到 正是朴牧师领受了 五千句以上的圣经话语 所讲出来的上帝的话语 所以大家也能领受 这样好的祝福 这正是我们在基督里 相互磨出认来 是从基督的话语领受的 哥瑞西书三章十六节 首先是靠着基督的话语 首先是靠着四阶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醉认罪 认识到基督的话语 这时候做主的话语 进入到我心里 点亮我们的灯 那么今天我们先认识一下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没有做四阶段悔改 我能有基督的光吗 而且做了四阶段悔改 一定是要知道 有感恩感谢为止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献感恩感谢是非常重要的 直到向主献感恩感谢了 才能领受主的话语 有亮光 为什么好多人都恨不得背诵圣经 但是什么都不行 也没有做光 也帮不到身边的人 这都是因为不认识上帝的话语 这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基督的奥秘 没有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醉认罪 光背诵了 大家知道我们做仆人了 仆人吃的是主人剩下的东西 那夫妻之间相互做仆人的话 就不会要求对方 首先是从我做起 我来认罪悔改 这时候能点亮家庭 真切地志愿大家 照着上帝的话语生活 我们真切地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自然就做仆人了 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醉认罪 直到有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自然就做仆人了 唯独主点亮我的灯 那主怎么点着我的灯呢 诗篇十八篇二十八节 刚才我们读了 主必点着我的灯 这个灯 那么这灯是什么呢 主的话语点着我的灯 而这个灯是什么呢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 主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灯啊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阿们 主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灯 我们脚前的灯 而主必点着我们的灯 主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正是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了之后 灯上就有亮光了 靠着基督的保险洗醉认罪了 这灯上就有亮光了 而其实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分不清 分不清这到底是灯呢 还是灯亮了呢 还是灯火呢 就比如说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 把背心穿在外边了 那是不是很奇怪呀 参加婚礼 把这个背心穿在外边了 而不懂不明白的时候呢 很是伪装自己 很是伪善 很是装模作样 很是谨慎 小心翼翼 而其实是在黑暗中 再怎么小心翼翼 再怎么谨慎 还是掉进坑里了 主的话语 我们靠着四季段悔改 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这个灯上才有亮光啊 诗篇119篇105节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阿们 约翼14上6节 上帝耶稣说 耶稣就是路 耶稣是我们人需要走的路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地方 是假的教会 没有主的话语 没办法点灯 唯独做了四季段悔改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 献感恩感谢 耶稣为我们显得神迹 就是向主献感恩感谢 这时候灯 脚前的灯才有亮光 灯有了光 这时候耶华上帝 为我们驱散黑暗 使疾病得到医治 赶走一切的恶魔恶鬼 使一切的灾难 咒诅全消除了 使我们的儿女领受祝福 我们呼喊阿们 这正是真言三千句 诗篇一千 一千五句 至少要悔改 五千句以上的圣经话语 我们才能领受这祝福 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和我 我们需要怎样 要求自己呢 我们至少 要吃圣经的话语 五千句以上 就是认罪悔改 五千句以上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做光 最终去天国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帮助 我们呼喊阿们 这正是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这正是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吃上帝的话语 上帝就主就点亮我们的灯 有了灯 有了灯上的光 就能得到耶和华上帝的允许 我们在这世上要做光 就是做奇迹的见证人 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这么做了 结果领受了 结果做到了 我的儿女领受了这样的祝福 我的事业也有这样的好转了 哇 我最终领受了幸福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正好的祝福 我们呼喊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上帝 您是赐福于我们的 我们告白 一直以来我们在黑暗里生活 没有光 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主 没有主点着我们的灯 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基督的奥秘 我们因疾病受痛苦 被恶魔恶鬼捆绑住 很是辛苦受累 因经济问题 心里没有幸福 总是在痛苦 总遇到经济上的困难 而今天奉主的名 求主点亮我们的灯 使我们的儿女 使我们的家庭 使我们的国家 使我们的民俗 领受这主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这幸福 我们告白 我们在这世上 总把这世上的学问当作一切 主啊 求主使我们 无论在哪个领域 都精通一切 但是最终我们精通了 我们就会明白 一定是要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 主啊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过 我们在这世上没有做光 没有言 没有做光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当我们做了光 主使我们做光 这时候能让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使我们的儿女拥有幸福 主啊 我们向你告白 我们现在面临痛苦 我们现在面临困难 我们在黑暗中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今天奉主的名 我们肯求主点亮我们的灯 求主的话语 做我们的光 而这一切 我们首先要靠着基督的宝血 洗罪认罪 做四季段悔改 求主使我们真切地做四季段悔改 使我们领受圣经的话语 使我们 懂得分辨 照着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把好的祝福 留给我们的后孙 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领受上帝的祝福 求主赶走我心灵里的黑暗 求主驱散我们家庭里的黑暗 求主驱散我们国家和民族里的黑暗 使我们所有的人心愿得到实现 在今天不求光不求明 在各个领域 心里奉献 服侍侍奉的这心意和心意上 视频139篇一节 上帝您全都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心意 求主使我们在基督里忍耐 坚持到底 持之以恒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孙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允许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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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帝您的感觉 跟我們下帝 并而在我上帝 我们下帝 我们下记 你们下帝 我们下帝